欢迎来小镇志,我是齐耀 在今天抖音上呢,就有一位无异的母亲 狠狠的打脸的马哈迪 怎么说呢? 她本身是两个孩子的妈 但是两个孩子其实都送到了华小去就读 然后呢,她每一个月其实都付上了一笔学费 两千令吉的家教学费 主要就是让她的孩子可以额外的禁修她们的华语 毕竟这不是她们的主要的语言母语 但是为什么她这么做? 她说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孩子去到了华小这边就读呢 第一,她会变得更加有纪律 第二呢,她本身的这个数学会变得更好 第三呢,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掌握华语 对于他们的未来发展,其实很有帮助 其实我非常的欣慰,也非常开心 看到有一位这样子的无异家长 愿意替华小说话 那她也不是特地帮华小讲什么 这是她从她自身的这个经验延展出来的一个影片 为什么会这样?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是因为有时候啊,我们华人,我们华社 帮这个华小讲了几千句 这个华小的好话 人家只会觉得你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你只是呢,希望说自己的这个文化可以传承下去嘛 所以呢,都不做准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千言万语可能都比不上 这位无异的母亲讲的这一番话 OK?那这个影片流传出去呢 其实也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无异家长的认同 从这边呢,也算是抛砖领域 因为呢,这边也出现了很多那些 把自己孩子送去华小的家长 纷纷都跑出来留言 其中我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 包括说呢,她的孩子其实是读了华小过后呢 现在其实已经去到了台湾和中国这些地方呢 去从事他们的这个事业 也有人表示呢,她本身是一个华裔 但是呢,从小她的妈妈就没有把她送去这个华小 所以到现在,她不会说华语 她为此感到遗憾 那有非常多的无异家长把孩子送去了华小过后呢 其实现在都去到伦敦啊 各个西方国家去那边就读 就是意思是说,其实前程都非常的好 而他们都是不约而同的 表示,其实啊,去到华小这边就读 真的有很多好处 而其中,如同这个视频里面的母亲讲的 变得更加有纪律 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因为呢,在华小里面 大家如果你读华小,你都经历过 像我自己也是 假设你忘记带课本 可能要被编,这个两三编 对于孩子来讲 其实从小就有很深的 必须要管好自己 这样子的一样一个习惯啊 OK 那台湾的这一个为什么讲说打脸马哈迪 是因为 其实你意识到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的极端的声音 像是马哈迪一直讲的 希望说呢,要把华人种种的这样子的文化 要绑多远流学校 尤其是华小呢 要关闭 因为在他的眼里呢 其实只有大家融进了马来人的社会里面 这个文化里面 这个才叫做团结 但是今天这个案例恰恰好就是打脸了马哈迪 因为 其实我们的这些乌异的这个家长 当他们出来讲这番话的时候 就是成为了我们华小最好的代言人 OK 当有越来越多的华小 受到这个乌异家长的这个青睐 他们更喜欢把孩子送去的时候 其实在马来西亚里面 华小的延续跟华小的发展 才会走得越来越好 因为 其实我们最后希望的 并不是只是把这个华小 占为己有 关着门 其他的种族不能够进来 反而如果我们敞开大门 让其他的种族 阴影也好 乌异也好 其他种族 慢慢全部都进来的时候 他们理解里面有什么好的时候 甚至你看到有时候家教协会 里面甚至有一些乌异的这个代表 乌异的家长愿意一起来探讨 华小未来的路要怎么走的时候 就会引起到有更多的 这个马来社群可以认同我们 并且跟我们一起发展这一块 这才是到最后 马来西亚想要走到的那个位置 也就是走的 种族融合 并不是童话 而是融合 就是我们有华小 我们这个华人的孩子 有去到SMK 有去到英语学校 那一样的马来孩子 也会来到华小 去到英语学校 只有这样子 才能促进所谓的 这个团结 互相理解 只要能够越大 越敞开心胸的 接受更多的马来朋友 去接受我们的一些文化 来去了解我们的时候 反而其实对于我们本身 是有最大的注意的 喜欢的话订阅我们 下期见 拜拜 拜拜